Is this extending the prettiest Yuziti versions to sling markets in Syria? 联合国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声称 ISIS正将抓获的最漂亮的厨余送往叙利亚的 Rod Cap成 在那里受害妇女就像商品一样 拍卖给出家最高者 Mena Bargula说 ISIS袭击村庄 将女孩赤身裸起地带走 进行侦操鉴定 评估他们的身体 变态地将他们拍卖 他从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收集信息 发现了伊斯兰国家针对女性的性犯罪的态度 尤其是对伊拉克的少数民族 雅兹迪、Yuziti的态度 ISIS将最漂亮的处女加往叙利亚的 Rod Cap成 在纽区的奴隶市场里 不你们被卖给出家最高者 普遍来自ISIS媒体渠道 被ISIS绑架近一年后终获自由 涉于自愈 联合国调查发现 IS对年轻女性进行了可怕的性犯罪 去年6月 200名雅兹迪女性被劫持 其中一名妇女声称 她被十多人性侵 不是本土 人权观察组织 HRW 说 去年8月 ISIS绑架了伊拉克北部的200名雅兹迪妇女 并对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性犯罪 那些被认为最漂亮的被裸体拍卖 联合国特使说道 他们被优先提供给非法组织的领导人 其次是 IMIS 宗教领导人 最后是士兵 他告诉 中东之眼 每个买家通常一次买入三到四个女孩 几个月后厌倦了就再次出手 他补充说 我们曾听说 有一个女孩 被反复交易22次 有一名 Tekferry 反事业派 领导人 甚至将其名字赐在女奴的手上 以向人说明这是她的个人财产 成千上万的ISIS成员 正期待着以招募方式去到老婆 他说 在一些女孩用头巾上吊自杀后 极端分子已经禁止女孩们佩戴头巾 联合国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 特别代表 Lena Bagula Bagula 同时声称有年轻女孩 因为被性侵时反抗 而被活活烧死 Rotka 称被ISIS定位首都 女孩们被送到那里遭受性犯罪 ISIS发布了一些视频和照片 显示了武装激进分子 尤其公开 处决平民 极端的女子女 严格执行伊斯兰戒律 并不是所有的被绑架女孩 被送到了残政中心 4月初 200多名雅兹迪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吉尔库克附近被获释 她们是在去年6月被绑架的 救援人员称 其中有一名9岁的怀孕女孩 遭受了可怕的性虐 她声称被十多人性侵 去年 ISIS攻占了伊拉克雅兹敌人聚居的新家城 数百名女性被绑架 叙利亚激进分子正在进行斩首 联合国特使称赞 罗卡承ISIS把女孩作为商品进行拍卖 罗卡承可怕的女子巡逻队 用暴力执行伊斯兰戒律 另一名雅兹迪女孩在摩苏尔附近被绑架 描述了ISIS袭击她们家园 并将10岁以上女孩鲁为姓奴 19岁的Faylon告诉CNN 她经常遭到殴打 带到仓库 数百名女性列队 被极端分子挑选 在那里她遇上了一名雅兹迪女孩 她也被鲁为人质 戴着手铐 被ISIS性侵 HRW的妇女权力主管宣称 ISIS针对雅兹迪妇女 进行了有组织的强奸 性侵以及其他犯罪行为 Lisa Shantos 补充说道 有性逃脱的妇女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创伤 总结 联合国发现ISIS性侵女性的犯罪行为 恐怖组织主要针对伊拉克的少数民族 雅兹迪 曾绑架数百名来自伊拉克北部的雅兹迪人 他们被送往临近国家的奴隶市场 赤裸地被判卖